某中药生法造厂商近日透过脸书粉丝团打广告 不仅盗用艺人台志源肖像 还模仿口纹写下新德文 声称台使用该产品后头发长超多 台志源本人看到广告后当场傻眼 8日委托法务报警提告 目前新北警方已先行文质脸书台湾分公司 持续追查IP位置 并揪出该广告之幕后藏近人 据了解该厂商在脸书放上多张台志源的照片 发文写下虚假新德头发长出来了 真的太开心了 大家都知道我经常熬夜拍戏 压力大到调法 担心自己变成地中海了 还好一世界推荐这款中药生法造 才用半个月就冒出不少新法 现在头发又黑又密 真的很赞赞 这么好用的东西 实在忍不住要分哼给大家 建议大家试试看哦 不过台志源与该厂商根本没有合作关系 也未使用过相关产品 对方竟在未经同意情况下使用台志源照片 还以他的名义大力推荐 目前台志源已委托经纪公司法务向新北市刑警大队报案提告诈欺 违反个资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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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违反个资法